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打团了 龙还有2000多点血 这边女警的一个输出位置不错 卡莎保住了一个大龙 而且杰克勒普在安上疯狂的偷点 但是战局已经往外面拉的时候 这波杰克勒普点不到了 但是卡莎已经收掉了对方的一个悲伤 但这波救梦应该也是可以把他杀掉 还没拿下两颗人头以后反手 来看一下杰克勒普跟预言家这波怎么操作 是一个二打三的一个局面 Q1全部都空掉 这时候救梦反手要来输出 这边一勾勾到 叫出一个自己的一个干锅解掉以后 大家要去治疗 往后拉开 点死了救梦以后 KK勒普这波应该是要收场了 大波Q拿到 最后篮前减速给到一个远方 最后一个浪子弹飞 想看帽子气法吗 但留不住啊 中路另一个塔把中单给逼走 留上一行下来一个推 推到这边小白 但是他还够吗 小白是没闪的 感觉这位置走不掉了 但是VA直接闪现往前输出 感觉有点冲动 后续这边鳄鱼进来 伤害够不够 纷纷这边一脚踩上去 但直接被反手脸还戳死了 踩得有点急了 后盘还想输出 竟然落下来 万剑齐发减缩 在跟两下全杀了 这波沙皇收割 三杀 四杀 滚到火了 Triple kill